于尽一功欲造成吉 这里面于尽一现成 只是意念我 借连就受到很多大的握抱 但很多人无握不作 为什么握抱没现钱呢 这个问题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而古大德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他做握 握抱没有现钱 是过去生中 他的余福 他修的佛修得太大了 他的佛已经亏折了 他还有一佛 所以他的握抱不现钱 是这个道理 他的佛想尽了 握抱就现成了 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 那么翻过来说 这个人是个修福的人 是个善人 虽然一辈子修福 他遭遇十多 困苦 那他为什么没有好抱呢 古人跟我们解释 他过去生中造的物业很重 如果这一生要不修复 他造的难就更重 已经抵消一部分了 他还有 都还有余的罪业 所以佛报不能现成 罪业消除之后 他所修的佛报就现成了 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善有善报 我有我报 我们能认识清楚 你只努力修善 你像于金义先生 他遇到造神点化 认真忏悔 业障参除之后 他佛报现成了 由此可知 过去是造主的业障之中 那辽凡先生跟他两个比较 辽凡先生有业障 比他轻 忏悔之后 佛报现成了 这一点不假了 所以命运是自己造的 不是别人定的 所以与佛菩萨不相干 与上帝也不相干 与阎王也不相干 自己过去身中造的善与不善 这个才是这个命运的主宰 知道了之后了 命运可以改 自己造 自己当然改 可以改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就改了 那国报有的是很快就先起 有的时候很慢 那你就晓得 我过去深重 这个业力 这个罪障业力深重 只要自己有坚定的信心 永不退传 业障会消除 消除 你的运就转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